大家注意看,以后这大豆腐买回家,你就像我这样,直接放入笼梯中,简单的蒸一蒸 吃锅,香气四溢,比红烧豆腐简单,比麻婆豆腐还要下饭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块空过水的老豆腐,先从中间片开 然后,再改刀切成三份 最后切成大小相同的小方块 每个豆腐块的厚度大约在两厘米左右 切好之后,整齐的摆放在容器中 盖上盖子,开大火,水开之后蒸上半个小时 关火之后,让气不烫手 接下来我们开始炸豆泡 要想炸好的豆泡起泡,各个圆鼓鼓不回缩 油温则是非常关键,一定要低油温下锅 豆腐才会慢慢的受热,充分的膨胀 这个时间段大约在五分钟 期间不要着急,用筷子不停的搅动 可以使豆腐受热更加均匀 等到豆腐完全定型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调至中火 继续炸上两分钟 豆泡完全定型膨胀之后 炸至色泽金黄,即可捞出控油 以后在家里,只需要用到普通的豆腐 先把豆腐蒸一下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炸出各个圆鼓鼓,特别好看的豆泡 我们用手捏一下,回弹特别好 撕开之后,可以看见许多密集的小气孔 蒸过的豆腐会改变其内部结构 会使夹好的豆泡不干柴 接着我们用厨房剪刀给豆泡上剪上一个小口 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准备上一小把的香菜 改刀切断 装入到铸铁锅中 再准备上两三根的小香葱 切成葱花 一小块生姜,先改刀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细丝 装盘备用 然后准备上一根火腿肠 改刀切成细丝 和生姜放在一起 再准备上一小袋的贝德福榨菜 都是通过皮的 吃起来口感清脆 改刀切碎 一起装盘备用 接着准备上一口不干锅 往里面倒入多一些的蛋干生晒虾皮 补铁又补盖 然后放入姜丝榨菜 火腿肠 加入一小勺食盐 适量的松鲜鲜提鲜 再来上多一些的白胡椒粉 然后倒入1500毫升的清水 开大火煮开 接着就可以放入我们炸好的豆泡 盖上盖子 转中小火煮上15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的豆泡吸足了汤汁 特别的鲜美 趁热 倒入铸铁锅中 激发出葱花和香菜的香味 然后加入上一点点的香油 再来上一小勺的葱油 搅拌均匀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也是山西大同非常有名的经典早餐 开锅豆腐 味道鲜美 特别好喝 外面买一小碗需要6块钱 自己在家做 6块钱做出一大锅 自己在家做干净又卫生 喜欢的朋友快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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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